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通过大数据为他匹配出三十位候选嘉宾 让他们见一面 见完一面之后 他们途中选出三位开始约会 就经过两轮 第一轮1V1的约会 第二轮1V3的约会 两轮之后选出他最心仪的那一位 今天我们会去到哪座城市呢 一起来看这一期的主嘉宾 我是陈伟震 在我的家乡每段缘分都可以从一杯茶开始 如果你想认识我 那或许我们应该先坐到茶桌前 从温杯 制茶 摇香等一个步骤中 慢慢体会茶的滋味 请也慢慢了解坐在面前人的品行 品茶之前要先观其色 闻其香 再品其味 你愿意坐下来品一品 我泡的茶吗 可以可以可以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女生 有点尴尬 有点紧张 三十个女生顶着我一个人看 我就觉得 哇 不知道怎么挑怎么选呢你知道 如果女生留下来的话 这四场约会都由我来安排 分别代表着我的童年少年青年 以及我的未来 这样才能让女生更加贴切的去了解我 我也能够更加贴切的去了解她 完了什么不喜欢就要离开了呀 我在这一轮被淘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茶叶 茶文化在整个名单来说应该都很重要 我从小是受到茶文化的熏陶 我的朋友 亲戚朋友 我可以学习喝茶 希望用这种传统的 我所喜欢的这种方式 来去了解她 从我童年时期开始就在这一片岔地上面长大的 对所以有一种深深的乡土情怀 我的家庭可能比较传统 必须跟她回家 那我爸妈怎么办 这是我们这边的传统 作为一个闽南人 没办法说去这样改变的 你这边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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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边是你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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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是你 一起奋斗可以 她就是需要一个闲戏良母的 可以支持她一起做事 也可以跟她共同打拼的 一个非常传统的女生 90后 我们是很多都不会做饭 但是如果周末休闲的时候 两个人也可以 相互一起学一下 这样子 我觉得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 白鹏提问结束 现在请男嘉宾离开白鹏 等待接收约会信号 谢谢各位 各位剩下的女嘉宾 现在需要你们发送 精心斗丝的约会信号给男嘉宾 男嘉宾将会在 你们发送的约会信号中 选择他最感兴趣的三个 相对应的三位女嘉宾 就是本期的约会嘉宾 这里面我选择 以相识人快乐一秒 见面你 这个男孩真的有非常这种古典的中国美 一方面他自己有这种传统意义上的美感 他很清透 然后他倒叉的时候 整个身上流露出很浓郁的这种中国韵味 但另一方面 这就是取舍 这就是取舍 就正是因为他身上有这样浓郁的中国气质 所以他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 或者说他对他心中另一半的要求 也很传统 我觉得大家就是现在很多人会转身离开的原因 是因为很多我们这一批的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 就是你会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我嫁了之后 我跟你在你家和你的爸妈过着大年三十 那我的爸妈他们自己两个人在家里过 就我们女生就会很舍不得 我觉得女生的家长就像大王说也很重要 他们两个人在家那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从广义上啊 从价值观上来讲 我们当然说是平等的是平权的 但我们也知道 具体到每一对爱情当中 幸不幸福是由他们俩说的 有时候男生看起来霸道一点 他偏偏就遇上了就好这口的女生 他也很幸福 所以在微观层面上 幸福的钥匙握在他们自己手里 所以这个约会到底该怎么约 是我们很好奇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组约会 你好 你好 请坐 打了一小时车上才过来 都快迷糊了 我前了 请坐 欢迎来到我们安息 我叫韦正 我叫郭嘉荣 你好你好 你好 今天带你来我们安息呢 是想让你了解一下我的童年的阶段的一个过程吧 其实在我们安息的话 其他小孩子可能要学一些情急书画各种东西 我们还会再加一个就是学泡茶 所以在我的童年就茶也是一个科学式的部分 然后今天我请了一位沈老师 这是沈老师 老师你好 对 他来叫我们泡茶 愿意学 与我一起学泡茶吗 我能说不愿意吗 我来都来了 对 今天这位女嘉宾其实她在我之前录白棚的时候 对她印象还蛮深刻的 然后她今天进来其实还很精简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小游戏 就是我要把两位的眼睛先蒙起来 把这个道具放在脸上里面去体验一下这个道具是什么 我怎么贴不到她 我也贴不到 我怎么感觉是这么贴吗 你可以在我脸上撞一下 你的脸在哪你知道我贴我根本 我觉得这是茶子 镊子吧 茶甲 茶甲 你觉得这个游戏太暧昧了吧 就是茶甲对 对茶甲我们都觉得是茶甲 好 ok 那好那这个就过了 很棒 可以 接下来来猜第二个道具哈 你脸靠得到吗 我只能感到到它是一根棍子一样的 可以发电饼捏过来一点点吗 你干什么呀你啊 我的天啊 我觉得是茶者 你觉得是什么 你刚才猜的不是这个东西吗 是茶者 把茶叶从那个茶壶里面 伸出来的那个东西 那个道具 我觉得像不像 我觉得你说的对 是不是 可以哦 嗯 好 好那我们还有第三个 那我们两个都猜中了 东西里一拍了 这等会我感受一下 这好像是个塑料板的感觉 它有点渣 哎你还记得哪个是塑料材质的吗 泡袋啊 是泡袋吗 对 有点扎铃有没有 好像是个盖 感觉有点扎铃 对啊 你觉得是什么 我也想绝对出来 我现在绝对不出来 你还问我 啊 有点 适适的感觉 我感觉应该是泡袋 有没有感觉是 啊我感觉到了 他那个 就是我们抓的那个 对 前面有扎到了 啊啊啊 对 就是那个 泡茶叶那个袋子 啊 没拆对就扎心了 好你们可以摘一下眼罩 跟这个女生第一次接触 就做这种亲密性的游戏 其实我当时心里也很紧张 但是这个女生 我发现她的亲和力挺强的 反而让我很意外 让我变得我更害羞那种感觉 所以她还是蛮开朗的人 拿着盖儿帮我罩着点 来吧 我炒好了 这吃点一点 我还以为你这 可以啊 你会为女生吃吗 我是 你就是往我嘴里嘴 那我来吃个茶叶 什么味道 就是香香的那种茶叶香味 来 我来模仿一下 你刚才怎么喂我的 有这么喂我的 直接往里嘴你 还不错 嗯 真香 都香香 Photom 浇荷 savings 白 来 我 小 雨 我 就俩 好 口 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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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这个菜 让我尝一下吧 尝一下你做的菜 哇 后面好漂亮啊 像假山一样 我的天哪 真是赢了 你什么表情啊你啊 你装的要装的很好吃吗 只是我没假吃 忍痛也要吃完 先让你那个啥 不会很难吃吧 不会啊 很好吃 好棒啊 oh my god 真的 神奇 神奇 他忍不住还想再吃一块 我觉得 我们俩人今天做的都挺好吃的 我觉得很好吃 他应该会喜欢这种女生 因为很好吃 你喜欢闽南吗 你愿意离开北京到闽南这边 或者厦门生活吗 有没有想过 你是认真的吗 我认真的 其实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挺喜欢在外面闯荡的那种人 然后我对于以后去哪个地方 并不是很在意 我觉得其实 如果有一个人能跟你在一起 然后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打拼 是个特别好的事 家伍和事人去到哪里都不知道 对 我不见得这个事情 重要是陪着你的人 是谁 对 可以 你第一眼看到我什么印象 就是 挺 热情的一个女生 就是 性格还是很开朗的 很多人都会跟我讲 这个女孩很有气质 是不是会唱歌 会跳舞 但是其实我的家庭 是比较糟糕的 就是 我家庭是很幸福 但是我的家庭 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有几个场景 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我是去我们那边中学 要花一万二的学费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我妈妈穿了一身白色的运动服 坐在我那屋的小床上 然后拿着手机 哭着跟别人借钱 然后为了让我伤好的初衷 还有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我妈握着我的手 然后跟我说 老儿子 妈下个月又涨200块钱工资 但我妈的手 全都是裂的 你知道我那种心情吗 我从来都不会去抱怨 就我家里面的条件不好 然后但是 但是我非常骄傲 就是我家里是很快乐的 虽然说没有很富裕 但氛围一样 然后家里面也很有爱 我也特别开心 我有个特别可爱的妈妈 我是觉得 父母给我最大的恩赐 就是生命 但是我生下来 其实就是为了改变 这个家庭的命运 所以我相信我有这个能力 去做好这一切 我也是希望能找一个人 能照顾我一些 保护我一些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 没有遇到对的人吧 他让我 就对女生 有更多的新的看法 他给我感觉是 跟以前接触过的女生 都不一样 就会让我 更有想跟他相处下去的那种想法 就会让我更有想跟他相处下去的那种想法 就会让我更有想跟他相处下去的那种想法 前面所说的 可能完全把自己奉献到新的家庭里面 我觉得我有点心疼这个女孩子 其实我觉得她跟我经历有点相似的点是 因为我的小的时候也是家庭环境不是特别好 就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会有一些碎片式的记忆 就是会在你想起小时候的童年家庭 就会有一些经济方面不太好的阴影存在 所以她说了一句话 我特别有感触 就是说我觉得我生下来 就是为了来改变我的家庭环境的 我听到这句话我特别心疼她 因为我在25岁之前 我都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我自己活得特别累 所以我特别心疼她这一点 我觉得她真的 我没有人天生生下来 是为了别人而活着的 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 爱自己给自己充电会有更大的能量 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 也会容易解决得多 但是我们都在找寻自己的路上 其实有德有势 但是我们的主人公 我们的男女主角也在找寻自己的路上 看看他们会不会遇到全新的风景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嘉宾 今天这个相遇方式还是有点特殊的 我先了解一下对方然后再见面 不知道他是谁也不了解 也是有点紧张 嗨 哈喽 我是若云 你好若云 我是韦正 你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还很期待见到你 很期待吗 嗯 我有一些就是精心想过的礼物想要送给你 虽然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但是我希望就是 你可以了解我的心意 那我先拿一个礼物给你 好贴心啊 你先猜猜看 这是哪里的礼物 可以吗 然后还有一个 你先猜猜看那是什么好了 奥李苏 你是不是台湾人 台湾女生 对我是台湾 对吧 凤梨酥肉 还有花雕面 啊好好吃的 真的吗 花雕面好好吃 你怎么穿得跟我们拜过 对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酸酸的 你喜欢吃酸的还是喜欢吃甜的 我比较喜欢吃酸一点的东西 然后这个口味刚好 可以 你比较喜欢吃酸的 嗯 我也喜欢吃酸的 我超级爱吃酸的 你也爱吃的错 但另外一个泡面就是因为 我很喜欢吃泡面 然后呢台湾有出几个是 这边的买不到 就是这个口味花雕鸡 好 这就是我送你这两个礼物 所以希望你看到这两个东西 在吃的时候呢都可以想一下 其实你这一点跟我蛮相似的 真的吗 因为我准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你 我先拿给你看一下吧 好吧 好 你先拿给你看一下 是什么礼物呢 我第一个要送的礼物是 铁观音 不知道你听说过吗 了解过吗 我有稍微说过 介绍过 我是来自安西 然后 所以这也是有点我个人的象征性 喜欢你能够喜欢 你就是铁观音的代表 可以 单元是样 可以这么说 我喜欢 那太棒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还想要送你一个东西 那你猜是什么 跟篮球有关 你猜是什么 我猜一下 看你猜不猜到 猜不到就不送你了 是明星手环 或者球衣 或者你喜欢九星的球衣吗 好 被你猜中了 是球衣 我看一下 因为我也很喜欢打篮球 超棒的 你也喜欢詹姆斯吗 我喜欢 真的 我超喜欢 而且我很喜欢看 就是篮球比赛啊 或者是什么 然后我们有机会 可以一起去打篮球 可以 因为你会那种就是 挖式的嘛 就是在那个胯下那边乱动 会会会 你会吗 我不会 我会接球分 我会 我可以教你啊 那你教我 可以啊 你真的太 太了解我了吧 太贴心了 对 我超喜欢詹姆斯的 这样你会喜欢 谢谢你的球衣 那你要常穿吗 你又打球就穿之前 可以穿吗 可以啊 你现在就穿好了 好 别淘气 超棒的 23号 你看他们俩现在面都没见上 就已经聊得很好了 已经是知己的感觉了 我也送你 第二个礼物 是啥 你先看一下 它的外观 你先猜一下它是什么好吗 不能给点提示 一般女生出门会常用的东西 你每天都要用 如果是一般出门的话 一般正常都要用 我不是一般女生 你打开看一下 好 可以看一下 我打开 我打开 把它抽开 你喜欢吗 等一下 是我超爱的胎子 谢谢 真的吗 嗯 你可以开起来看一下 好 对 你可以再看 我觉得很夸张 是我一直想到的颜色 我说真的 不是吗 你比较我看一下 你比较喜欢吃酸啦 嗯 我也喜欢吃酸了 我超级爱吃酸了 不知道你平时 喜不喜欢喝茶 我喜欢喝茶 超棒的 你也喜欢詹姆斯吗 我喜欢 我喜欢 我超喜欢 那你再打开看一下 还要再打开看一下 嗯 对 不会爆炸吗还是 对 不会 我不会 好 我打开看 一般女生出门会常用的东西 你每天都要用 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 嗯 对 化妆 是个U盘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什么 是不是有点子弹啊 对 买只口红有这么难吗 我刚 我刚 没事 我刚有从 天堂 就到地狱的感觉 真的 这我哪会每天用到啊 就是 一盘工作啊 是工作用到 然后 口红是每天都用到啦 哦 对对 那可能是我得说出的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没事 我真的有傻眼到 我就想说 为什么要用这个骗我 其实我发现这个女生 就是 她的这种 活泼这种状态嘛 就是 很容易就可以带动我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好像 蛮像 真的也蛮 雷同的 那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见个面 我也很期待 你真的有期待吗 嗯 真的很期待 那你先把你的眼睛闭上 好 那我闭上 那你可以站起来 好 先不要张开哦 好 我会走到你旁边 好 我要过车咯 好 我过来 是真的闭着吗 真的 真的闭着 好 还蛮想看到的 诶 张开的吗 你自己数个三秒吧 好 三 二 一 今天 我对于男生的看法呢 有非常多改变 就还蛮喜欢这样的性格的 就是 有害羞的 你也有非常 阳光狐狐的一面 我觉得这样子 算是 非常 两全其美的人 我觉得这女生 应该是属于那种 多才多艺的女生 本来我是 可能非常阳光的男生 但是她有带来 是更加向上 更加阳光的一面 现在我来教你泡茶 对 好 这是什么茶叶啊 这是铁光荫 对 对 好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也就是刚刚我送你那些铁光荫 然后 我们现在要把 这个茶叶 把它倒到这里 你倒一点我倒一点 好 我要学着做 你知道有师傅跟 你可以来试一下 对 就全倒下去 对 然后你可以分两次倒 对 把它剥下去 好 对 一般就是一泡茶要三次嘛 哦三次 哦好 接下来我们是要冲泡 然后 这第一边茶的话 是叫洗杯茶 不能 洗杯茶 洗杯茶 就是洗杯子 对 第一泡茶一般是 不能喝的 对 对 把这杯子 这些什么洗一遍 摊一下这样 哦这是还在洗 对 对 这都得洗一遍 好 我谁去先 去茶 洗杯 接下来我们是 就开始泡茶了 一般我们都要先滤一下 就里面有茶炸 那这些 然后这种茶 一般铁光硬的话 就是 大概静置个 十秒 至十五秒之间 对 就静置以后 就让它把茶也泡开 对 对 然后 把它滤到这里面去 然后现在呢 我们 就可以尝一下 这就好了 对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洗漱就是 茶到七分满 就是一个礼 不能到满 如果我 到全满的话 就是 你可以走了 对 就是说 赶快喝完 对 不能到满 你可以先尝一下 好 小心烫嘴哦 对 这茶还不错哦 是不是 就是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 什么游戏 就是 我们 这边有六杯茶 你挑一杯 然后你喝掉 然后你 这杯茶下面会有个纸条 然后 对 我们可以像我玩一个小游戏 好 然后 你可以 开始 这杯好了 看来是几号 你说是几号 二号 二号 这有点意思 十秒钟 照相 然后自己按快门 拍出 借位纹的照片 什么东西 借位纹 就是借位接纹 对 借位纹其实 也还好 在你后面 对 然后你朝这边 我朝这边就可以 哦 好 你看 你拍拍看 你拍了没啊 算了 借我 借我摸一下 嗯 好 好 看一下 哇 这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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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跟台湾女生接触 我感觉这样子还是 印象特别好 就是台湾女生 其实 就跟文明男的女生 其实注入不大 感觉很多共同话题都聊不完 高手 高手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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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一招 每一步 我觉得都堪称教科书般的这个递进 我觉得 吴老师 你是要从 从学术上来说一下 这个女生很会套路 厉害在哪 很 她很厉害 也都让我不觉得都赞配她 因为确实她用了很多 她说在平台当中一直是指导我们的女会员在怎么样打破防御机制 加强亲密感的时候的所有技术 她用了80%都用上了 我的天哪 这是你们的金卡会员吗 这么厉害的 所以我 我说实话我觉得1号好像没什么机会 那我也觉得3号应该也没什么机会 看一下吧 爷 还看吗 还看 都录到这点了 咱们如果略过3号的话 就结束都会特别早 哎呀 看一下 看一下 3号来看一下 我的立体 你好 我见过你 你好 这个是我的一点见面礼 因为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然后我随身攜带的 然后我希望把我觉得很珍贵随身攜带的东西可以送给你 非常感谢 谢谢 后续我再教你怎么使用它 好 那我待会儿再带你去参观一下我们大安息 好吗 好 好期待 因为她长得比较高也长头发 所以我一眼就记住她了 当时进来之后 真的是这位女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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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香吗 对 过去你可能很常看到有别人在点现香 这个 鑽香的部分它属于香道的一环 现在就可以演示给你看 然后等一下可以一起品香 其实我对香的话 还是比较模糊 因为它其实里面它分了很多层 它们又分了很多的产区 然后味道又不一样 其实是很多元的 对 然后这个是香勺 香勺 对 然后这是香铲 然后这是鸭灰的 鸭灰 对 这是鑽香的那个工具 等一下会把香粉放到香鑽上面 我觉得这种香跟茶还是挺配的 就是我们喝茶的时候经常也会把 橙香嘛 放在茶台前面 对 就这样子会跟我一种 韵味吧 品茶的时候心就会很近 好 首先呢我们要拿这个香粉 然后我们在香道里面呢 会有个动作叫做 举案其眉 举案其眉 对 夫妻之间互相的敬重跟尊重 对 然后其实这在香道里面 也是会演绎出来的 对 然后它有很多的意涵在里面 好有气质哦 对 你看拿东西都还有一个手把手 对 对 还有一点 对 你 吃饭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是很有内涵的东西 就是这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积累下来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可贵 虽然其实我觉得做香的这件事情呢 不适合放在约会里面 但是我又希望呢 可以把我最真实最日常的一面展现给它看 但没想到它其实也觉得挺好的 在我们安西的话 水果品种很多 在这个时节 刚好是这些葡萄的正时节 刚好它成熟了 所以我今天就带你来 就摘这些葡萄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摘各种水果 体验各种大自然 可以吗 可以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自然的灰尘 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哪里比较大 我们带你去摘一下 我帮你起来减黑吗 你记得吧 好吧 怎么假的 我还说的 你跨上来 这个也太爱内了吧 好 哦 不行 我只能说我配本男嘉宾 让我 起来 可以够的招吗 我又找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约会了 成功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你要不要先敞一个试一下 先敞一个吧 你嘴这样开吧 我帮你塞进去 你小心一点哦 哎呦 小心点 哇 先点你吃 真甜 可以的话我们多摘一点没关系 让晚上我们才有更多的果实 好 对 可以多吃点水果 还有吗 哎 要小心一点哦 慢慢的 完成任务 刚开始挺紧张的 有点不习惯刚开始 但后面还行 这女生她也乐意挺配合的 我觉得还很OK 其实我就发现我跟她是 非常非常的靠近的 也就是我觉得我们的 频率是很详尽的 我们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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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香公主 碰到了我们的茶叶王子 哎 这个难题一下摆出来了 对吧 要不看三号 二号直接就选好了 这事肯定就成了 又来了个三号 你说这三号 这女孩也这么优秀 嗯 又会治香 长得又漂亮 三号感觉是动静相移 一开始是动态的 葡萄迅速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至少是拉近了躯体距离 对吧 我是觉得三号可能是男嘉宾 爸爸妈妈喜欢的类型 二号可能是他个人喜欢的类型 那刚才我们看完了 简直是公主跟王子的 这样相道茶道之后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很困惑 那到底会选谁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还有EV3环节 孰优孰劣 直接PK 一起来看 好漂亮啊真的 哈喽哈喽 嗨 哈喽 哈喽 哎就我的位置 就我的位置 哈哈 今天非常欢迎三位女生 然后来到我们的安西 今天带三位过来是要参观一下 我们安西当地比较著名的一个 有历史性的一个生态茶庄 然后我向你们介绍的 这位是我林老师 你好 也是这边的庄主 老师好 你好 欢迎你们来到影影茶庄园 那今天带大家先去体验一下茶叶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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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采采茶 乌龙茶是怎么采摘的 好 这一个环节好吗 好 那先戴上这个 哇 这也太可爱了吧 那我们去采茶了 好 走吧 走吧 这边 小心这脚上会拌哦 其实这边茶叶的话 这刃牙比较多 然后我们摘茶的话 就是两叶一新嘛 就是像这种 捏着这个 从上往下捏着这个 茶跟 就是这个 上面这个 你可以摘一个给我看吗 我 可以 看一下啊 嗯 这个可以 是可以 那你从上往下 就两个一 哦 这样 对 果断一点 果断一点 嗯 那 对 其实不用拔的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你看 两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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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很棒 就像这样 两叶一新 就这样子 好 对 就这样 这个你可以摘看看 这个你可以摘看看 你看他对二号有不一样的照片 有断点摘起来 他好像毫不掩饰的 只关注自己右边的世界 茶叶那样提醒 是很美的 让我这些东西 不如我们大家一起 我们可以拍个照 可以吗 好 可以哦 对 你帮我们两个拍个合照 可以吗 也太直接了吧 我可以抱你 我可以的 好不好 我帮你 我 这还 我觉得我是 另外两个女生 我直接走了 我可以自拍一张吗 所以我们今天还需要拍吗 你们两个都这样了 好了 吵起来了 那你把我们三个请过来 你什么意思吗 你都抱他了 佳蓉 其实 我不想理你 今天大家过来 主要参观一下 然后了解大家 其实 根本就没有想要了解我们 你一直在了解他 可能我是不太会表达 但是我是真诚的 想要邀请 你们三位一起过来 我哪里看出你真诚了 你还需要表达吗 你的行动就表现了一切了 其实没有的 其实就是 这个女孩得意的杀 我觉得 其实我是想 让你们了解他整个过程 然后还有 踩踩踩踩 然后还有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就是说 想要 就是拦得来到这边 然后帮你们拍拍照 这样子的 其实我是很真诚的邀请 你们三位过来的 你想多了 你想多了 其实当时的话 气也没有那么好消 肯定是后来觉得 因为那么多人在 也是想顾全一下大局 不要让他太为难 我可以帮你拍一张照 可以吗 其实在这背景也是很棒的 可以吗 那你等一下要对我们好一点 会的 其实都对你 大家都很好的 那你做的踩踩样吗 其实你可以抬头看一下我 对 笑一下 很棒 你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就是自查的一个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就是摇轻 对 摇轻其实它是 制作茶叶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我们双手 首先是双手要 握住这个边缘 然后稍微扎点马步 对 这样可能受力比较均匀 我先示范一遍给你们看 可以吗 嗯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吗 我这个男生真的很会自查 一点 然后手是很柔和 有没有发现 它茶叶就可以翻鼓过来 可以摇 你们要不要体验一下 好呀 体验一下吧 你看摇软吗 摇软 你的茶叶完全没动啊 为什么我这个茶叶它滚不起来啊 因为我这么转它没有什么反应 其实你可以先带动 用一个力把它带动 来 我代言一下吧 其实就是这样子 手要流动 稍微有点很自然 上下 上下有流动型在摇动 放松 要对我们好一点 会的 其实都对 大家都很好的 这是 你可以自己先摇一下 刚刚你看的 我先带动你一下 然后让你感受一下 好 你 你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方向不一样 你哪边比较顺手 这样转还是这样转 我是这样转 好 那就打圆圈嘛对吧 那你放松 你手放松 手放松 那你 我叫你吧 两边两个超没默契的 这个 好 你手这样握着 好 可以张开一点点 对 握开一点 对 可以握开一点 好 放松一点 手放松 其实你主要是要把它提起来 不是要按下去 你笑着真好看 对 你笑着真好看 像春天的花一样 这女方真的很会 很会很会 还看着很多 你们可以玩一下那个吗 那个什么东西 这个可能会更容易上什么 哪里面有茶 我还想玩 那你玩 拍的我 立正 前 对 他也学人家唱歌 我跟你说一号五号唱歌 我看的头好晕 不能一直低着 慢一点 这个要转慢一点点 就是慢一点点它才会翻过来 可以再快一点点 这个是不是更简单 有点苦耶 嗨小陈 感觉有千万种引力在吸引着我们相遇相知 我们都认同天地万物都应该回归本质 只有最简单最平凡的生活才能够永久 也让我们更期待接下来的火花 谢谢 嗨我们又见面了 虽然有精心准备了一些礼物 但是还怕你不喜欢 其实我挺喜欢的 当发现你送铁光音时给我 声音也是颤抖的 原来我们还挺像 哈喽小陈子 我是嘉隆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可能就是你要做选择的时候 不要有压力哦 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好啦 我们一起去做饭 我真的以为像你这种只爱运动的男生 肯定会五大三出 没想到你做饭的时候 还有模有样 不过你做的真余忘了放酱油了 哈哈 尊重你的选择哦 谢谢 好多年就是没有说到女生写信了 很感动 请男嘉宾做出最终抉择 并喝下心动女嘉宾面前的铁光音 哇 这个不用选了吧 哎呀 觉得我们可以直接省去这一攀了 对不对 就二号了 没得选了 所以一号和二号呢 我很纠结 如果说它两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是来自于说 一号女嘉宾能够让这个男生有这种心动和保护的欲望 但是第二个女嘉宾呢 她有很多的相似性 很多的活动的一些情绪体验在里面 我这一期顶大王 是不是 我顶大王 你不要来就来那么多游游抑郁了 凡满夫妇的 我觉得说的有道理 一号三号还都是出一个创业需求 二号还是一个感情需求 两位呢 这样 我觉得二号我选二号 二号 我也选二号 对吧 22岁的她选择二号 二号 我判断这有92%的概率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最后的选择 其实她也是追求的东西是很简单 很平淡的 然后我们喜欢的东西都是很最根本的东西 也没怎么想吧 就是每个人她有自己喜欢的类型嘛 就是在很多这几个女生都围绕她的时候 她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自己的内心嘛 我发现她好像有对我比较特别一点 可以多喝吗 你看 其实 若云她在我心中的印象其实蛮好的 在我心目中第一次接触过三个女生之后 她在我内心的疲惫度是最高的 我们邀请我 所以我飘扬过海的来爱你 天涯里喜欢最爱 顺利 节目顺利 第一次全队 对啊 其实我看到最后我们觉得其实 心里并不觉得意外 对 严格上来讲 但有一点点为三号有点遗憾和惋惜是有的 这个也是一段美妙的缘分 但有的时候缘分也有擦肩而过的 有缘无缘 有缘无缘也经常出现 所以不管怎么讲 这是一个二十二岁的男孩 此时此刻忠于她内心的选择 非常开心看到她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她不仅忠于了她的家族 忠于了她的姓氏 忠于了中国的茶道 但同样也忠于了自己的内心 这同样的重量 今天的我们的安息之行就到这里了 皆大欢喜 我们下期还有不见不散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哈喽 哈喽 黄远 哈喽 你好 声音很好听 会做坏的男生很加分 莫志祺 加分 吉他加分 哈喽 啊 什么 你怎么会感觉到不舒服呢 我就觉得你刻意把自己的姿态放很低 没有版的 不错了啦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最后的成功 啊 啊